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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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最容易出现的关键字呢 就是那014事件的时候 他贵为行政院副院长 贪了好多钱 可是又怎么样 有没有罪 没罪 贪了那么多钱没罪 你觉得呢 天理是不是何在 他为什么没被关呢 以前的人可以说 他讲的是专门关监狱的地方 为什么这种人不被关进去呢 那各位看看现在天理心在不在 仔细看哦 有看到举手 天理在哪里 我们当然不在 有看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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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嘛 所以说我们当然是不会有天理啊 没有天理的时代 只要好事为之啊 至求多福啊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就是天理 要全部灯关关起来 再关一下灯一下 中间 有看到吗 四颗吧 有四颗哦 所以 好 现在是属于天理不在的时代 天理不明的时代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太威远 我们第二个圆叫太威远 太威远主要是跟风水事情有关 风水事情 那太威远主要的位置呢 这边是狮子座 狮子座的后面 他主要在狮子座跟什么 角秀 侍女座这附近 来我们来切换给各位看 狮子座 有没有 狮子座 跟侍女座的中间 也就是现在的天空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星座 太威远在这边 它是狮子座的尾巴 所以说我们狮子座尾巴 它有个名称叫五帝座衣 有没有 它是太威远的中间 这一颗主要的形 它是狮子座 跟侍女座 侍女座 是一个Y字形 可以吗 好 那整个来讲 我们用一个 用一个 来看一下 主要是什么 皇帝座 五帝座衣座在这边 那这内平 好内平 然后他这边有一些 新官 我们这边宰相 这边是武将 好 那我们来看 哈大上的话 会有 会有所谓三公九卿 五诸侯 以及这些 五官 和五官四床 好 那哈大上 好 这个有没有人知道 这个官叫什么名称 这个叫什么念 一个盐 好 这里面的话 这里面的话 有很多官员 有个字 这个字 有没有知道 这个叫什么 一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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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相当于现在 什么 什么 好 没关系 清明时节 大家都要去扫墓 嘛 对不对 我们刚才讲过 台卫园后来发展出 风水 对不对 风水 好风水扫墓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大家 哎 你们今天算是第一次 我来这边上这么久 算第一次 在清明节上 来来来 第一个 扫墓的时候 我们来讲讲 那扫墓的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墓碑 前面这一块 叫什么 来 各位来猜猜看 是对应上面的哪一个地方 哪一个 这一块叫什么 帮 假设那是墓碑 这是前面那一块 你们百共里的那一块 叫什么 在上面有字哦 有没有人要打 打 啊 有要打吗 有要举手打的吗 来 有没有人知道 是灵台 不是 灵台 不是 灵台 不是 还有没有 内瓶 那一般来讲 风格学会叫啊 内瓶 三岸 哦 内瓶三岸 好 就是这个 相当于这个 好 扫墓的时候 我们通常呢 诶 墓墓这个之外 还会旁边有一个什么 圆圆的 对不对 哦 各位可能 应该是这样子吧 好 那这边旁边会有个谁 土地公在左边右边 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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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成左边举手 左边 站成左边的举手 一 一 以我的角度来看 在这边一 这边是二 一的举手 二的举手 二的举手 好 答案是 应该一啊二 一 相当于什么 土地公的阿公相当于什么 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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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拜拜的时候要先拜谁 为什么要先拜土地公 嘿嘿嘿 为什么要拜土地公 可是你去工作求职的时候 以后毕了业后会去找工作 第一件事到办公室要干嘛 跟谁打 你们上学的时候楼下警会跟谁打都举手 你们都不会吧 对 跟巴结一下 他如果 认为你不错 让你骑机车 骑上来不是很好吗 对 黑妈 以后上班的时候 第一件事要 巴结是业者 知道吗 黑妈 好那一瓶三岸 这时候会有个什么 土地公 我这支笔 我搞得一直掉 我这支笔 换个地方 好 好 这要土地公 好来我们来讲一下 讲风水学 好 讲一下 里面如果有积水 好不好 现在还有堵杖的吗 有没有自己的仙人是堵杖的 应该都是上林姑塔 应该大部分嘛 如果还有堵杖的 如果这边有积水好不好 不好 记得一定要把它清空 扫墓的话 记得它有个排水孔 排水孔 记得一定要把它 挖干净 不是拔槽而已哦 重点是 这水要把它排干净 好 可以吗 好 这个排水孔 一定要把它挖通 好 那这里面的话 好 三公九卿 那大致上来讲 就是明堂 好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龙穴在哪边 那大致上来讲的话 会有龙穴 明堂 业者 耐平山岸 还有文官 五官 好 那风水学到以后 以后各位出社会 一定会遇到很多人 看风水 到底要不要信风水 好 跟各位讲 台积电 你想要去上大公司 绝对会 他们都非常懂事这个东西 风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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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来自于郭普的藏经 忠汉慕林的郭普 那当时郭普的藏经 第一页 就看到这一页 各位看到这一页 就是 风水学的第一页 这一页 这一页 也就相当于 泰威元 泰威元 好 好 那我们来讲这 第三页 主要是天寺 皇帝要视察业务 视察业务 怎么去考察地方 官员 关灯 让各位有概念 天寺员的话 视察业务 这边是指挥员 皇帝要出来之前要视察地方 这个视察地方叫做天寺员 他要出来之前要做好事件功夫 要了解这个地方自理好不好 分别是七宫 女床 冠所 跟天寂 天寂 天寂没有写出来 七宫 女床 冠所 七宫 女床 冠所 跟天寂 分别代表的是一个地方自理的四大事情 哪四大 第一件事情 你现在对皇有什么事 如果你是各位是地方 你是希望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治安好不好 治安好不好 像杀同案的 如果皇帝要考察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好不好 是不是从 天寂 天寂就是在汉朝里面 专门记录一个地方的犯罪律 犯罪律 砂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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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砂同率算是全世界的数一数二高 一年可以见 太厉害了 那女床 女床 是什么 生育律 那七宫 是发生了命案的负责职务 那七宫 早期是秦始皇特赦的一个官员 七宫 他设定审理凶杀案 要有医学背景的来审 这个职务 都要相当于今天的法医 现在法医很可怜 都地属在司法官底下 诶 诶 诵词什么 诵词嘛 大家有 喜悦律有没有听过 有吗 大宋喜悦律 大宋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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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听过刚一部 知不知道 在座有没有法律 应该有吧 好啊 大宋喜悦 那官拜多大 知不知道 宋朝的时候发行 宋慈 官拜多大 他的官拜叫做大宋提行官 大陆也有拍这个片子 有两棋 有两棋 大棋 齐心官 有多大 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院长 在秦朝的时候 秦始皇的时候 他发觉到 我们知道 秦朝的时候 最有名的司法人员 叫做廷贵 廷贵 可是他特设计 一个就是 专门杀人案的话 要找什么 要找七公来审 为什么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各位生病的时候 你生病会不会去看副科 这位大哥 不会 你生病的时候 会不会去看 肿瘤科 不会 为什么不会 因为是生病 生病 那你为什么不走进去 肿瘤科去看看 因为不知道有没有肿瘤 不知道有没有肿瘤 好来来来 来来 你生病的时候 喉咙痛的时候 你会去看什么科 会看秘尿科吗 为什么 你知道吗 医学的时候 都会有个概念 就是什么 你都知道要分科 对不对 看什么 什么样的病 要看什么 什么样的医生 可是国家社会的病 叫什么 司法案件 对不对 叫司法案件 可是各位知不知道 我们的法官 考上法律系毕业之后 穿上法袍 太厉害了 台南大地震的建筑案件 建筑师才懂的东西 哦 检察官穿上法袍 我就懂了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杀人命案 怎么杀 你知道怎么杀吗 法官根本不 郡东凶杀案的照片 绝对不看 就可以审理 到底有没有犯罪 有没有继续累犯再犯 是不是很奇怪 台湾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 这些审理案件的人 叫做法官 法官 法官还有什么 检察官 他们什么出生的 学法律出生的 看不懂案子怎么办 怎么办 很简单啊 不要重判啊 对不对 杀人案不要重判就好了 反正呢 你把他判死刑会怎么样 还可不可以哪天 那个 言语 科技再发展好一点 发觉到 那时候的 犯罪侦查 错误 所以呢 去年有没有 有没有杀死刑 没有 懂吗 所以说 可是呢 像这种问题 台湾现在很多人说 到底要不要死刑 重点问题 不是在于 有没有死刑问题 重点是在于 生理的人 看不懂 看不懂 我们最常被 叫到法庭上 去问一件凶杀案 然后我是杀人者 我找到律师 然后他会怎么说 有一个案子 就是有个人 假设 他老公 我们不能讲当下的案子 真的不能讲 那我们来讲一些 比较好玩的 老公 他要杀老婆 杀老婆 他拿什么 拿刀子 杀 诶 拿刀子杀要 怎样是杀的最好 啊 啊 你知道吗 到了 到了法庭上去 到了法庭上去 你知道我曾经就在 法庭 台湾的某个地方法院 那律师说 他老公 他老公 他老公怎么杀老婆呢 那拿刀子杀 律师叫他 我跟他在动作 诶 那怎么戳 那他怎么 让刀子杀 身体会有伤啊 对 那我们就问他说 那你照你这样子的话 老婆身上的伤怎么来的 诶 砍三十几刀 成不成人 成人嘛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对方 是台湾的律师 很会变啊 你知道吗 我们的 我们的 我们这位先生 他考虑不是这样 他是在那边 是他老婆 哦 可能神经病发作 或者是精神不尽 跑过去撞著我的刀 可能吗 你撞一下也够 假设如果成立的话 哦 可能撞一下 可能撞三十几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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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中华民国 我曾经上课 有个心法的教授 在统计台湾的刑法 台湾的刑法 台湾的杀人案件 法庭上律师讲的话 台湾法庭上律师讲的话 最好笑的笑话是什么 你知道吗 杀人者不是拿刀子 他是拿刀子 但是他拿刀子不杀 不用砍的 被杀的人呢 自己跑过去撞刀 在座会吗 还有一个 杀完之后 地上是不是一滩雪 对 他说 地上雪很黏 害怕他走路滑倒 但是我有看过雪 地上会滑倒的吗 好 那重点是 关键点 跟各位讲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中国在古代 都要在秦朝 或者在 秦朝 在汉朝 或者在唐朝 把所谓的死刑案件 杀人案件 把他做什么 独立开来 独立开来 谁可以审 不是学法律的人可以审 他把他独立成为 有一个 有医学背景的来审 那秦朝的时候 特立为七公 专门来审凶杀案 那中华民国能够分科 分科审理 分科审理的话 这个台湾司法 还要很大的努力 台湾司法 第一个把他分科 独立审理 就是法官 学法律的人不再具有判断 有没有犯罪 或是什么样 第一个是 您只有在什么 专利案件 专利案件 这是这几年来我们的努力 专利案件 就是这个到底有没有侵权 不是学法律人说 有侵权就有侵权 没有侵权就没有侵权 是由谁来审 有个东西很有名的地方 叫做专利局 专利局 专利局说有侵权 接下来法官就开始看 到底是有侵权要罚多少钱 可以吗 那没有侵权 没有侵权 法官要不要说话 不用说话 可以吗 他没有资格说话 所以说未来 今天我们 现在很热门 到底要不要死刑 废除死刑 这个东西不重要 重要的是 审理死刑案的人 这个人 不能因为穿了法袍 叫中豪民国罪万能的法袍 穿的那一件我告诉你 什么领域你都懂 都要省啊 建筑案件也要建筑案件 没有医疗纠纷 没有医疗纠纷 真的很厉害 做中华民国才可以这样子 所以说各位 有机会去拿一下 买一下法袍一下 当自己不想读说 圈一下 看人家就变成万能 真的啊 真的真的 以前我的朋友 也不看 有个女性的朋友 她就法官 我每次都笑她 对啊 她每次都案子来 看不懂就丢过来 我就 照片又不看 杀人案件又不看照片的 怎么省你 我跟你讲 我们常常说的高院地院 高院啊 最高院的卷宗啊 那个 杀人的相应照片啊 干嘛 雪肉模糊 你喜欢看吗 三天半夜 正半夜 正半夜 突然发生 好恐怖哦 我就跟我老婆说 我 我的家里贴一些 人体解剖图好不好 她说 不要 为什么不要 我三天半夜起来 看到那个人体的够照好恐怖 你看那个 卷宗那个 更是雪肉模糊 你要看吗 有时候晚上加班 翻到 你会怎么样 嚇到 所以怎么办 你知道高院的法官 第一件事做什么事 拿到凶杀案件 第一件是什么 第一件事拿什么 顶书机 把照片 订一排 订起来 就不会被拍的翻到 知道吗 早期都知道 订一排 迷风也要订起来 后来被我们 那样是 现在干嘛 拿夹子 把它夹起来 真的你可以看到高院 我曾经说过 六十四中的那种 雄杀案 配到 蟹豆 那照片 你只要看到 定书机订起来 那个就是 相应照片 那真的 那个照片真的很难看 但是 你如果是学 文的人 根本看的都很难过 那他怎么去森林 我就很奇怪 不过 真化民国的法律上 设金了 你就没办法 那讲一讲 就是天使园的时候 像 天使园当时 清朝的时候 他设计修是说 如果 要视察 他地方的话 他设于七宫 来看看 这到底地方 让森林有没有冤案 然后再来就是 灌索是始于 我们刚才讲 天理是观贵族的 灌索是观 一般到百姓的 那灌索是看 有没有圆语 好 那到的地方 上来的 这个就是地方 那这时候 他要视察野武 视察野武 有视察很多东西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那天使园 大家知道在什么地方 天使园 就在十二夫座 十二夫座 五仙座 五仙座 我们七宫 大概在五仙座 这个地方 五仙座 跟木夫座 的地方 那灌索 就是北美座 然后女床 都是五仙座 然后整个天使园 下面大致上 就是蛇夫 跟五仙的包围 这外围 还有巨蛇座 这个区域 看一下 好不好 这一段 复习一下 看前后 都不知道 再边 看一下这边 是不是 好 好 那皇帝出发前 他要收集一些资讯 要看看到底 有没有 这个地方官员 到底有没有治理 所以说他第一个 会去收集 有没有 关到监狱里面 是不是有 爆 现在知道台湾的监狱 仍满为患 酒驾的话 有个人定说一定要关监狱 可是现在有没有真实关呢 是不是 答案都没有 因为关太多人了 每天都在我们办公室里面干嘛 掃地 设服役 都在那边掃地 超多的 我们有二十几个设服役 比我们办公室的人 一半的人还要多 每天掃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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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没有你们学校 大概只有一点点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吧 每天在那边一群 二十几个人在掃地 而且掃光是掃一个小时 掃八个小时 我觉得 我觉得 看贵校准备申请一些 来帮忙掃的 真的 真的 那真的是 然后七公的话 是当时的最高司法官 司法官专门什么 凶杀案 那天际的话 是相当于治安 女床是要生育术 那出发前要收集好这个 才知道说地方官员到底 才知道说地方官员到底 县长有没有好好做啊 市长有没有说 哦 我 我一定留在这边 欸 当晚三年齁 坐满 可是呢 又跑掉了 好 那到的地方 第一件事情要视察 视察 第一件事情 不是 到的地方上去 下乡公司 再去吃野菜 第一件事情要视察 什么河中跟河酒 到底 治水有没有好好的 把河中的淤泥啊 清一清 然后呢 再来去考虑到 名声 名声不知的 去一种图示 看看猪肉有没有涨价啊 这是什么 这是怎么念 除 柏 柏度 这什么东西 衣服 衣服 衣服有没有飙涨啊 四楼 potential 房价飙涨啊 现在座 Dow 車輛是不是輪胎,車輛價錢,以前的機車一台多少錢 你們現在一台,有沒有買機車? 現在都要七八萬,以前我們只要多少錢? 兩萬塊就有追風啊,低了 所以現在車市真的是長得很高 列勢的話就是當鋪、斗、湖這些東西 更重要,除了這邊之外,還要參拜三千廟 一個叫中仁、中正、中厚,這三千廟 通常皇帝視察完了之後,還要什麼? 重點要幹嘛? 你到地方視察要幹嘛? 看看有沒有人要叛變嗎? 有沒有貪污浮壁嗎?對不對? 那所以說我主要視察到大致上來 一進來之後要做這四件事情 之後來到地方上視察,大致上是這個 各位有興趣可以看看圖示 衣服啊,這些三千廟拜拜 好,然後這個 好,我們來看一個好玩的 我們說說木偶奇異劇 大家小時候都讀過一個木偶奇異劇 對不對? 木偶奇異劇說謊會怎麼樣? 鼻子會變長 為什麼鼻子變長? 為什麼在故事身上鼻子變長? 知不知道? 它是根據了什麼? 羅馬的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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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帝國 漢朝那時候的西方是不是羅馬帝國 羅馬帝國當時定了一個刑法 你如果說謊話被雜大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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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人一天到晚在說謊話 你會怎麼懲罰他? 來,你會怎麼懲罰他? 撿掉他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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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劇友 我要好好去研究他神 對不對 來,還有呢 一天到晚一直在說謊話 你會怎麼懲罰他? 不理他 蛤? 不理他 不理他 可是他要到處不在你背後說謊話嗎? 那怎麼辦? 那你會怎麼辦? 來來來,你會怎麼辦? 人之常情,你會怎麼樣嗎? 就要發明什麼樣的刑具 讓各位看一下那好玩的刑具 來,你會怎麼樣? 打巴掌 還呢? 勝出一輩 還呢? 不知道 你可能一天到晚講你 都在講謊話 你會怎麼樣? 最簡單的方法叫做什麼? 閉嘴嘛 對不對 不要講話就好了嘛 來來來來 我們來看一下羅馬帝國的心 最輕的成語 閉嘴之行 戴著面具 嘴巴張不開 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戴著面具 有沒有嘴巴 有眼睛 沒嘴巴嘛 是不是叫做閉嘴之行 閉嘴呢? 還是很厲害 還是會講話 沒關係 我是把你的上二 帶著 這個是鼻子的地方 好這個 來 給你放石頭 石頭來壓住 來 借我你們雙手 借我雙手一下 來 一手在你頭頂 一手在你下巴 用力壓 嘴巴張開了舉手 還會講話嗎? 還會說話嗎? 閉嘴之行不行 那沒關係嘛 我就給思雨重力 思雨的重力 是不是給你 嘴巴張不開 你覺得這個型度好不好 如果還是很會講話的人怎麼辦 那給他帶更長一點嘛 是不是重力更大 你看 這頭喔 這台這兩倍 兩倍頭 來各位看一下最重的多長喔 這個是頭 這是一倍 來一倍 兩倍 三倍 四倍 五倍 六倍 七倍 八倍 然後這裡面放什麼? 石頭 好 那這邊是當時的羅馬帝國的時候 羅馬帝國的時候 一個人如果講話 會帶一個型台上面 然後帶著這個頭去 然後呢 這位置正好 放在鼻子的地方 然後這裡面放什麼? 石頭 然後放那千塊 人家說一次值千金 千金 那千是值什麼? 是哪個千? 這千齁 是千 千球的千齁 好 好 說到這個 羅馬帝國的刑法 我剛剛看一下你們的校規 教室使用規則 來來來來 你們有認真看過的舉手? 有認真看過的舉手? 有認真看過的舉手? 教室學習守則 有認真看過的舉手? 大家從來在這邊 待了至少好幾年 從來沒認真看 來 上課不打瞌睡 上課不打瞌睡 你知道嗎? 我們不在上課會做哪些事情? 打瞌睡 打瞌睡會出於什麼心? 打瞌睡會出於什麼心? 你覺得要什麼心? 全掉嗎? 眼皮抓得掉上去嗎? 好 跟各位講 羅馬帝國還有什麼 上課打瞌睡還會什麼 老師上的菜單什麼 翹課 翹課怎麼翹? 好